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请听大纪元记者夏宇综合报道。 在美名校就读博士,于时中国学生被聚入美。 十多名持有效美国签证的中国留学生被聚入进美国, 一些人的签证在海关被取消。 这些学生大多在美国名校就读博士研究生。 美国科学促进会出版的英文学术期刊《科学3月1日》报道, 在过去三个月里,来自中国大陆,在耶鲁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和其他美国主要研究型大学就读的科学课程博士生, 在回国探望家人后被拒绝重新入境美国,且立即被遣送回国。 这些中国留学生为何被拒入境尚不清楚? 他们就读的机构正在努力寻找方法让这些学生完成研究并获得学位, 其中一些中国学生被禁止在五年内返回美国。 耶鲁大学被拒入美的学生编制一份最近发生事件的非正式清单, 该大学本周早些时候举行了一次市政厅会议, 让校园里的国际学生有机会谈出想法。 报道援引了一名女生在中科院新闻网站发帖说, 去年12月,她在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经历了50小时的盘问, 包括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特工进行的8小时审讯, 以及12小时的搜查,然后被要求购买回北京的机票。 女生的律师Current Berger与Claid律师事务所的Dan伯杰表示, 我们仍在努力查明发生了什么事,以及她被拒绝入境的原因。 她在耶鲁大学闭门市政厅会议上发表了关于国际学生需要了解美国移民政策的演讲。 CBP发言人拒绝讨论具体案件,但表示该机构隶属于国土安全部,只是在履行职责。 该机构表示,所有试图进入美国的国际旅客都必须接受检查, 这是CBP保护我们国家边境,并在我们国家入境口岸执行众多法律使命的一部分。 美国国务院发放允许外国人前往美国的签证, 而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工作人员则决定谁在抵达美国时将被允许入境。 代表四名被拒入境学生的加州移民律师孟小杰表示, CBP工作人员对学生的审讯笔录没有显示出这些学生为何被拒绝入境, 并立即被驱逐出境的任何线索。 孟表示,CBP工作人员告诉这些学生,他们的签证已被取消。 孟已要求CBP撤销禁止这些学生五年禁止入美的决定, 但他承认机会很小。 CBP没有对此类请求做出回应的最后期限,也没有要求必须回应。 2020年5月,时任川普政府发布公告, 禁止与中国军方有关,持学生签证和访问学者签证的中国留学生和学者入境美国, 但并不包括本科生。 改行政令赋予CBP权利,可以拒绝中国研究生和博士后学者入境。 美国国务院表示,由于这项总统行政令, 在2021年和2022年分别拒绝了1964名和1764中国学者的签证, 但目前没有CBP在海关口岸被拒绝入境中国学生的数据。 博杰表示,某些入境口岸在审查方面可能更严格或更宽松, 但我对过度解释这类数据持谨慎态度, 我不认为特定的大学或研究领域成为目标。 2月29日,在美国国务院例行新闻简报会上, 面对记者提问,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确认了有中国留学生被拒入境的事件。 他表示,在中国来美国的人中,学生占了很大一部分, 人们被拒绝入境不是国务院负责的事项, 但我的理解是,在机场被拘留的中国学生比例不到0.1%, 总体而言,该百分比在过去几年中一直稳定。 他还说,美中民间关系是双方进行建设性合作的领域之一, 也是没法寻求加强的领域。 米勒提到,刚宣布的美中航班每周增加到100趟的事实。 有百草之王美育的人参,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 在韩国出产的高利参, 还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 可增强免疫力,使疾病无法入侵,被称为万灵补品。 高利参,分野参与栽培两种。 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入药用的人参又有参晒参、白参、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 玄宝黑参口服液以100%韩国优质6年高利参为原料, 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东医宝剑记载的九争九铺方法纯手工制作而成。 高利人参含有34种人参灶带成分,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 另外,人参灶带RA、RF、RG3、RH2为高利人参独有的成分。 经九争九铺制作后的黑参灶火兴致进去, 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 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持高利参上火的问题, 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灶带RG3的含量比红参高八倍, 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灶带的吸收率高达80%以上, 是红参的6倍多,是白参的16倍。 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输入优惠码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 这期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谢谢收听,下次再见。